近年來的八山建營已經生過很時間的運動這一日 為了六個鄉的大輪山地区 當地元素拿和頂而報道 因為風景沒人又有風格的生態 是相信未就團隊全翁八山運動 但是這煙露白馬各種色水的縮下的電話 現在是引起當地基民的部門 民眾從這件事跟協力來 批評八山團體在市場上百六條的行為 如果破壞天然環境的景觀 有可能會危害到處亡的行為 一條還有一條各種色水的縮下條百地橋上 在台主人的風景當中看起來是相當差別 這次又會危害處亡的行為 可能是去年綁的 今年如果把它沒有把它拿起來 明年這裡就會縮小 這個樹架就留下來在我們山上都是垃圾 因為一般我們在走山林的時候 這個掉在地上根本就沒有人會來拿走開 所以這個是造成我們地方很大的一個危機 將樹架條百地橋上 就已經引起當地基民的部門 現在當地的工廟以及辛苦財政的地囚 也接受八山團體的破壞 但是樹架條拆掉後 沒有多久還有百一條新的 當地基民對著八山團體的行為 也只能說不定 說不定 說不定 因為我們當時沒有家 他們的登山又站起來 他們十二百 所以我們看不到 這有化妥分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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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化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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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完全沒辦法認同 感覺會破壞一下 破壞這個整個景觀 會有感覺 我覺得不需要特別去標示這個 綁這個袋子 我們還是應該要保持這個 這個山林的一個原貌 最好是這樣 因為到處去都看到那些布條 我覺得不太好 那麼管政府經過一年完的努力 總算是通過八山的主題條例 其中就包括八山多年的關係 以及設定路標頂頂 那麼觀眾臨民情也表示 只要議會心早通過之後 就能開始一行 沿線都有白色的絲帶 是哪個登山隊的路過什麼樣 這個我想以後 我們這個有指標做好之後 我們就盡量的請這些登山口 不要再沿路綁這種那個袋子 請把垃圾帶下山 這太狠了 所有民情將本所在樓山 自己率頂縮下條 留在走過路 當地民情看了 只有海途也不知道 可以說什麼 對處他們也只能 困救民主委愛北山的民情 共同來維吼 台灣這片美麗的主人形態 記者王主如常播動